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保禄中途给格林多人的书信里面提到十字架的智慧 那十字架的智慧其实真的不是一般我们有所谓世俗智慧的人可以看得到的 格林多人是一个非常有国际性都市 那里的人都很像非常聪明 但是非常有智慧 但是是世俗的智慧 用世俗的智慧绝对不会看到所谓痛苦有什么意义的 软弱的人一定是不会成功的人 要有钱有势 这样子的人才是成功的人 才是好的人 才是我们应该效法的人 那这是我们说一般世俗的智慧 但是十字架的智慧 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 耶稣基督却是我们的救主 这样子的智慧真的像保禄中途说的 为希腊人来说简直是一个荒谬 为犹太人来说是一个绊脚石 是不会想到有这样子的智慧的 那但是我们说天主的智慧 确实就是这样子 天主就是要提拔那些所谓软弱的人 使软弱的人变得刚强 却天主就是使为了爱 而牺牲自己性命的这个死亡 变成一个永生的根源 天主就是有那个所谓真夫八端的智慧 贫穷的人是有福了 因为他们要得到天国 哭泣的人是有福了 因为他们会得到欢笑 那当然贫穷哭泣的原因 都是因着爱天主而受这个苦 背这个十字架 那我们每一个人 基督徒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每天的生活上的困难 考验 都有十字架 所谓这个十字架 那怎么样去看这个每天生活的十字架的意义 对我们是非常的重要 假如我们就是好像 没有办法一定要咬紧我们的牙关 去背这个十字架的话 我们一定当然背得心不甘情不愿 也是蛮痛苦的 但是假如我们能够像主耶稣为了爱我们而去背这个十字架的话 那我们用爱去背这个十字架呢 我们的十字架的痛苦就会变成一个喜乐 一个甚至永生的根由 就是举一个小小的例子 假如我们的父母为了爱小孩子去半夜三经起来 为小孩子换尿布等等 这虽然是一个好像不愉快的事情 但是却是一个变成一个喜乐 那在今天的福音里面 那个糊涂的童女 糊涂的童女 因为他们没有带油 那个油的意义其实是爱的意思 没有爱的话 我们进不了天国 那怎么样那个爱 而爱的最大的表示就是接受十字架 为了爱这个人而接受十字架 那这个是爱的最高的表示 那假如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十字架的意义 为了爱天主爱人接受十字架的话 我们就是像那个很聪明的童女一样 我们的灯是点亮的 因为我们有油 而这个油是爱 有了这个油我们可以进入天国 跟天主一起 加入他的婚宴 那请天主保佑大家